这个山给了我很多的感受 感召 以及对生命的理解 北方这个土地对于我来讲 充满着特别深厚的情感 北方实际上可能是我的第二国家 它成就了 我在这里对说法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研究 潜心的研究 所以我感谢长白山 感谢吉林 也感谢大东北 长白山有着博大的胸筋 包容着万物的生长 就在离天池不远的地方 长满了多种高山植物 有蓝莓 高山肚圈 红情片 看着一朵朵绽放在恶劣环境上的小孩 我顿时感觉到了生命力量的强大 不时也让我们联想到 在今天的大环境下 贺金沙老师怀着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 在不懈地努力着 眼下正值暑期 一大批中外大学生怀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 开始着中外大学生探索中华文化之旅的活动 今天他们要参加贺老师的书法交流会 心里的是充满向往与好奇 如果和徒弟们一起布置教室 赢得这群特殊学生的到来 据他道路 自己一直游走于艺术的高层 已经是十多年 没有和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了 所以他今年特别地珍惜 和年轻人的这次交流 这是他教授 这是他教授 谢谢欢迎 欢迎 谢谢 谢谢 我特别愿意谈谈 跟特别是外国朋友 还有我们年轻的朋友 看一看中国的文化 以顺便做一些交流 中国的书房和中国的方块字 构成了中国的语言 构成了中国的 最基层的最普遍的 这样的文化要素 中国的方块字也构成了 中国人的一些思维模式 和思维方法 思维体系 同时还构成了中国人 带人结屋的很多种方法 包括中国的菜 都跟中国的知识有密切关系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它 中国的说法 对于这个民族的构成 它是直接的 中国的说法艺术远远流长 不大精深 从甲骨文 石骨文 金文 远辨而为大传 小传 历书 至定型于东汉 魏晋的草书 海书 行书等 书画一直散发的 艺术的魅力 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艺术 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不大精深 和民族文化的永恒魅力 在转里面 转树的盒子是这样写的 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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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最初 这个盒子 它们其实是一个盒子和一个口子 就是说 有饭吃 有饭吃 这就是古代的 在我们秦朝的时候 秦朝 你知道吗 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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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这种体 作为它的 到了汉代以后 它这个盒子就是这样写了 随时翻译了 汉代 这就是隶术了 对 这就是隶术了 对 这就是隶术了 这就是隶术了 这是卫贝 卫贝 卫贝 卫贝的鞋 卫贝的鞋 它是比较刚硬的 刚硬的 它比较柔 你看这个字比较柔 这是比较刚硬的了 这是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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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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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字呢 这种字呢 它的写法基本就是正开的 正开的写法 这个是最后的 这一一种 教授的 他参加了一些不同的 各种类型 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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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他的 对 对 好 好 那它就是这样的 演音过来 其实都不好了 师父 你有时以来这么多字体 在一张纸上很少见 这个是你意思吧 意思啊 在众多的字体当中 大家对贺老师自创的字体 感到了浓厚的兴趣 金沙先生的书法艺术 宗法 晋唐 后有广泛汲取 魏碑 环清 和胡乡大家的精华 容万家之所长 一个字包含四种字体 横竖皆凯 外方拐角未卑 内缘立书 其余占用新草 狂草 比风多变 城门中又带出淡淡的飘逸 人称赫世道源体 中国的道家哲学里面 讲究阴阳 动静 张弛 他讲究这个东西 他为了一个什么的 他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达到一个平衡感 这一笔如果比较放的话 就一下扒开的话 这一笔下面就要比较收 这一笔要放开的呢 下面就要比较收 你看这个镜子 这一边它对象啊 它是上面的是刚硬的 下面是柔弱的 上面是柔弱的 下面是 它这样一平和起来的时候 这个镜子的构成 它就是一个平衡 除了刚柔相记 内缘外方也是赫世道源体的一大特色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那句话是外面是柔弱的 内面是柔弱的 柔弱的 使用柔弱的柔弱 也要保持柔弱的柔弱 所以我在写字的时候 有时候写得很慢 它是需要慢的时候 如果要出比较快的时候 它就是动静的 这样一个镜子 也就是说中国的书法 的字形 它隐含了中国的做人的哲学 它是什么哲学 华卜和领导 一个是朋友 但是旅游 那是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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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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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旅游 华呢 它是讲在中国的这个文字里面 它讲是侠客 是很有义气的人 很讲朋友感情的人 很仗义的人 敢于这个两个插刀的人 渐渐勇为的人 志愿者 很狭义 一心成的人 多多少少是具有领导能力的 至少是一个朋友圈中间的中心 或者是灵魂人物 再讲游字 游是游走四番的意思 当然也包含了理游的意思 这个就说明你是一个 具有这个峡谷柔长的 具有领导能力的 还喜欢理游的 这样的有两个字 游侠 其实贺金沙老师 又怎么不是一个游侠 贺老师自称楚天游客 他赴船城传统文化在间 游走于祖国的鸣山大城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永恒地镌刻在鸣山大川的石头上 流传千秋 在节目中 我们得知今天是一位外国友人的生日 贺老师决定 教大家写生日快乐 以当对这位外国朋友的祝福 今天是一位外国友人的祝福 一位外国友人的祝福 祝福 生日快乐 我非常驚訝 我不想到那裡 非常感謝你 我感到很興奮 很興奮 很棒 我不想到那裡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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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興奮 很開心 我求求我的朋友 我愛你 凱特在中國長沙了 他很開心 在長沙 講座之後 老師又回到中國 這副字 是由佛蘭省的科工委 準備贈送給 黃鐵英雄 楊立偉先生的 這樣的一副作品 過幾天就會帶到 這兩個就會帶到東西 大都會領的 這一副字是送給楊立偉的 新人的一副作品 這些作品都是被有關部門 當作珍貴禮物相作 他老師告訴我 走遍祖國的大好河山 是他一生的夢想 下一步 他將要在青海的三江園 青島牢山 廣西桂林 都江燕的青城山 福建武夷山 江西省境內的庐山 井岡山 三青山 龍谷山等等 留下他的作品 將古代和現代的經典文化 以時刻的方式 留給後世 而我們世界看湖南南 也將跟隨賀老師的角度 把走過的大好河山 及優秀傳統文化 呈現於天際 您正在收看的是 湖南國際頻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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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